你所提到的这个就业问题实际上在刚才三阶主任想要公报的一揽子的稳增长政策里边已经多有提及 三个更加注重他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里边扩大高质量的就业就是主要目标之一 实际上今年以来各项稳增长稳就业政策持续发力 就业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今年头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 同比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流动 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 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同时 还会催生许多新职业和新就业岗位 比如地空经济 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就催生出了无人机操控员 这么一个新岗位 据有关部门测算 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岗位的就业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的维修行业 现在中国的我们国家的就业人口总体上不足10万人 有关部门预测到2025年也就是明年 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和研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的缺口将达到103万人 这都是很庞大的就业岗位 9月26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做好就业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明确的部署 扩大就业的关键还是要发展 尤其是高质量的发展 下一步 我们国家发改委将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 引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坚持依靠发展来出就业 在刚才三阶主任通报的基础上 我再补充四条 一是扩大有效需求 创造新的就业增长点 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 多做并举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这一点刚才我们三阶主任也把 曾被副主任也把都提到了民间投资 加快落实两重两新等重大举措 对吸纳就业效果好的项目 加大支持力度 我再举个例子 去年 今年的数字还没有最终出来 去年我们国家发改委 以供代赠专项 中央预算内投资 安排109亿 这109亿的投资 带动了农村的低收入群体的 就近就地就业达到29万人 人均创售 创售啊达到了1万元 这两重两心是提供了庞大的就业市场 二是增强新兴产业的就业创造效应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培育壮大新一代的信息技术 节能环保 生物技术 新材料 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创造更多的知识技能型岗位 三是拓宽生活服务性行业的就业空间 创造创新发展服务消费 加快培育消费的新场景 比方说 刚才三届主任也提到了 这个家政服务 我们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中国现在这个老年化的程度在逐年地在递增 一定要充分释放出养老 家政 托育 物流等社会服务业领域的就业潜力 仅以家政这个行业为例 目前我们国家家政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体上是三千万 而实际上的市场需求高达五千万 尤其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家政服务人员极度短缺 四是发挥职业教育 技能培训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统筹多七套资源 加大对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指导地方建好用好公共实信基地 产教融合实信基地等平台载体 精准对接企业的运工需求 为广大劳动者开展订单式的 定向式的以及项目制的培训 使其能够以一技之长打通就业征收之路 我就回答你这么多 谢谢